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 德宏带走井铺祖子之中 这里有蜿蜒的河流 神秘的森林 神奇的雾种 德宏带走井铺祖子之中 递出祖国边疆 多个动植物屈膝类群和物种 在此汇集和生息繁衍 距离德宏带走井铺祖子之中 周府芒市十几公里 便已是自然的世界 飞逝夜猴的种群 汇集于此 享受着自然的盛宴 鲜嫩的树叶 甘甜的溪水 饱餐后的猴群攀上高枝休息 比身体还长的尾巴随风摇曳 毫不自在 午后的树林中 一只飞逝夜猴正在树上小气 它们周身茅色 呈银灰色 而眼周一圈 则是淡蓝白色 像是戴了眼睛 飞逝夜猴 通常在清晨和黄昏觅食 其余时间则显得格外悠闲 当然 需要捕育幼崽的母猴除外 飞逝夜猴 是比较典型的东南亚 和南亚热带的树期夜猴 驱逝种类繁多 对栖息地要求严苛 而在中国境内 植物资源丰富的德宏地区 是他们建立家园的首选 此外 金猫 小熊猫 生活在滴滴热带森林中的云猫 以及栖息在灌丛 和低海拔阔临里的 赤脊等野生动物 也都在这里安了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带森林中的项田 有春天 最大的热带森林中的紅色 三个